从来没有一种环境 可以令远走他乡的中国人强盗 无论几艰难的日子 几动强的局势 他们都可以逆来上手 处之泰乙 恶劣的天气 人为的战亡 都不会令他们放弃 因为他们有的是一份 盼望一份祈祷在下一代 或者再下一代的盼望 中国人都相信 只要有盼望 就总有一天 会在他乡 创出自己的一片天 但是 是一个往后几十个世代 都绝对不会有希望的国家 这一份盼望 是不是来得太严重 太奢侈 中国人是一个这样的国家 又是怎样生活下去 怎样支持 我们首度白足的这个国家 乌克兰 气候温和 商业活动遇上进行 大街小巷的人都过着正常的生活 没有人会感觉到 没有人会感觉到在这个表面平静的环境背后 隐藏着的是苦难和悲剧 空中围漫住的 是死亡的空气 是死亡的空气 无可避免地 它秉承着前苏联的独裁政治 亦无可避免地 陷入了苏联解体后所引发的经济困难 但是相比之下 这一切都不重要 因为一件更可怕的事 十四年前在这个国家发生 为整个国家的人民敲响丧众 亦令全世界的人对它充满戒心 1986年4月26日凌晨1时23分 位于乌克兰首府基赴以北80公里的一个核电厂 切尔诺贝尔核电厂 意外地发生猛烈爆炸 带来史无前例的核辐射灾难 它泄漏的有害辐射物质 是二次大战投落日本广岛的原子弹的500倍 直接因为这次核电厂爆炸致死的 大约有4300人 终身残废的超过7万人 参与拯救和善后工作 引致生病死亡的逾60万人 而患有不同程度的疾病和癌症的 就有350万人 当中有125万是儿童 身处满部辐射物质的乌克兰 在这里我们眼见着有几多宝宝出生畸形 有几多人因病英年早世 遗留下来的是无数伤心的孤寡 最绝望的是连科学家都认为 辐射的和害会持续千百年不散 独裁政治 经济困局 虽然可怕 但是始终有扭转的一人 这一代未得 下一代总有希望 但是 辐射的影响 将会一直这样延续下去 一代接住一代 而悲剧 只会重复这样发生 中国人 总喜欢将希望 寄托在子孙后代 那么我们在这里寻找到的中国人 他们又有什么可以寄望呢 1991年 福元广大的苏联解体 和俄罗斯接约的乌克兰 也宣告独立 乌克兰全国人口 价有5200万人 当中 268万人 住在首都基库 在这里 我们见不到唐明街 见不到中国人 聚居的地方 因为在这里落地生根的中国人 就只有大约 2000人 对于这个属于目前欧洲第二大的国家 2000人这个数目 可以说很少 但是相对于四五十年前 就已经是很多 因为当年在这里的 就只有三几个中国人 一直到八十年代尾 数目才稍稍增加 第一个来基库的中国人 就是在五十年代尾来的 他见证着乌克兰的变化 也见证着中国人 在乌克兰的历史 而我们在这里 第一个接触到的 亦都是这个中国人 河对于今年六十五岁的 黄宁民来说 有很重大的意义 我们见到的这条河 叫聂伯河 是贯通乌克兰南北的大河 对乌克兰人来说 这条河代表他们全国人的灾难 因为这条河的上游流经设议 诺贝尔核电厂 整条河被辐射的物质 切切底底的污染 望下去秀利宁静的河水 其实是极具杀伤力的污染河 不过乌克兰人的灾难 黄宁民毫不在意 望着这条河 他见到的不是乌克兰的苦难 而是祖国的一切 事实上核电厂爆炸的时候 黄宁民身处西伯利亚的集中营 他的莫不关心 我们可以理解 再加上他根本就自顾不下 年轻的时候 他想着学成归国建策 但是因为中苏关系恶化 他被逼和俄罗斯太太离婚 但是又不能够回中国 因为怕连累家人 这个时候黄宁民无家无国无朋友 唯一的精神之处就是这条大河 我认为这个世界的河流都是一样的 里面流着的是水 尤其在这个时候 想起宋慈里的就是李懿 他的宋慈里与美人有一句话 就是问君能有几多仇 恰是一江春水向东流 后来黄宁民再乘加拿失 取了个乌克兰人 又找到一份教书和发言的工作 总算在他乡过一些安稳的生活 可惜到了八二年 他又成为中苏关系决烈的基身分 因为中国人的身份 黄宁民被送入集中文 一运就运了五年 七年亦受到牵运 当他报出集中文 第一件要做的事 就是申请回中文 等了三十二年 黄宁民终于完遍了 那个时候 觉得跟你亲人聚在一起 我听说你还去探望你的学校 对不对 对 他们请你唱歌吗 对 请我唱了一个歌 但是请我唱歌 我唱了一条 就是一条大河 当我唱了一个歌的时候 我真是已经站在 祖国的土地上 在想起 我思念家乡的时候 经常站在基辅的 一条大河的旁边 这么我又来到家乡的大河 所以唱着唱着 我就唱不下去了 因为我哭出 就哭起来了 我本来没有想哭 自己自然而然的就流出泪水 那个声音就唱不下去了 我就记得 所以现在到现在为止 这个歌子我还唱不出来 一早唱到一半 我马上泪水就出来 就是因为我想家的时候 总是唱这首歌 我很害怕 因为我每唱这首歌 总是唱不到底 我可以试一试 如果我能唱 唱几句 那么就唱到几句 一条大河 破浪宽 风吹道花香凉 我家就在那 可以文字 我听官了烧工的耗子 看官了穿上的白饭 我唱不下去 因为这个我一直唱不到底 每次我都查不到你这个 一直以来 苏联都采取高压独裁的统治手段 即使在战后都继续用集中营 勞改营来囚困二纪分子 保守估计整个苏联 最少有五个集中营 影响人数过万人 今日我们在前苏联境内 再见不到集中营 至少表面上 他们表现得较为开明 就好像基赴市中心的这座 KGB总部大楼 当年就囚禁过不少人 黄令文是其中一个 但是到了现在 他们不单止准我们近距离拍摄 还说欢迎我们日外参观 黄令文曾经入浴被困五年 回想前事 依然感到很无辜 其实当时他并没有犯错 只是苏联的当权派 对有中国背景的人 非常有戒心 于是就胡乱找个卖美金的藉口 即时将他扣留在 KGB大楼审查 窗外的阳光 木树 是被困在窗外的王 这五年里面生活困难吗 当然是非常困难了 但是都是我并不怕困难 我都克服过来了 但是最遗憾的就是我的眼睛被搞瞎了 但是最遗憾的就是我的眼睛被搞瞎了 目前要以雨傘作拐掌 来帮自己走路的黄令文 虽然对左眼的失明感到遗憾 但是面对困境 黄令文发挥了中国人坚毅不屈的精神 他落天之命中 认为入狱为自己带来第二次生命 因为他后来在西伯利亚集中营里面 负责图书馆的工作 他利用紧如的势力 陪着欧洪多虚 虽然我的眼睛瞎了 我觉得我今天看事情看得更深入 更清楚 比我以前眼睛好的时候看得更深入了 这是你带集中营的生活 对 因为集中营跟我很大的启发 因为我对好和坏 黑和白 恶和善 我都有了重新的评价 失去自由 都无令到黄令文灰心 失去父亲 才是他最深之痛 特别是他被捕之人 特别是他被捕之人 就是他父亲去世之事 那时候我的爸爸以为我已经快拿到签证了 他每天到火车站去 只要苏联过来的国际列车 他就坐在一个石头上 在那里等我 等我 等所有的出站的旅客都出去了 还没有他的儿子 他就很悲伤地离开这个火车站 到最后 他在一年间去火车站 不知道多少次 那个火车站的工作人员 都知道 都认识他 就是说这个老头 我父母来等他的儿子 还是没有同事 结果我的父亲 他去世的时候 就是安宝把我抓去的命一样 我父亲去世了 他在医院里 死去的前一分钟 弄尽了所有的力量 喊出了我的名字 安宝就去世了 那个时候总好是 安宝把我抓紧 抓紧捡牢去的那一片 当日 父亲的盼望 成为他一生的遗憾 特别到了现在 这一个年纪 他就更加能够 深切地体育 他就更加能够 堪苛大半生 到了晚年 总算奉足 他对儿女的忌盼 也没有失落 第一任太太和他所生的 一仔一女 都分别为他带来孙子孙女 大仔在基赋事业有成 任职大公司的经理 还有两年就要进去第一天 大女就移民法国 至于她和第二任太太所生的独仔 就更加令她老怀安慰 除了因为她特别孝顺之外 更加重要的是 她的样子像中国人 而且对中国的一切都很有热忱 甚至继承父业 在基赋的外语学校教中文 刚刚在去年退休的王宁文 今天就带我们来这家学校 看看她的儿子 怎样教孙女中文 今天的工作 开开会 布置一下今天的工作 现在这整天都给我 布置 今天的工作是这个样子 来安排的 45年来 他在乌克兰得到的是 长进的儿孙 温馨的家庭 一个表扬他教学多年的奖章 同一章证明他出狱的证书 但是这一切一切都抵消不了 他的一份思乡情 这个第一个在乌克兰落地生根的中国人 身在他乡依然深系祖国 就是到现在来讲 我也是只有一个想法 就是绝对不想加入乌克兰的国籍 因为我一个观念就是 生作中国人死作中国鬼 我还是得与他保有 总而言之 这是我渡过一生的一个地方 我还是对他抱有希望 对我祖国和对这个 我的可以说是第二个祖国了 因为我在这里度过了一生 我都希望这两个国家 有美好的前途 会发展到很兴旺 很繁荣 很富强的国家 凭歌记忆 一条大河 这首歌可以令他悲动莫名 而邓丽君一首 和河水有关的歌 相反的 就可以平复他的心情 您最喜欢的邓丽君的歌曲是哪一首 第一个可以列为 《与美人》 那个歌词我还记得很清楚 他就是说 春花秋月何时了 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 悟国悟看回首 岳明忠 邓丽君唱成歌词了 所以你现在可以听到 我非常喜欢你 春花秋月何时了 万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 孤国不堪回首月明珠 宝人 雕来与其迎悠哉 春花秋月何时而言 苏在枝石终掩盖 人君能有几朵丑 假使一江春水下能量 在只有絕望的烏克蘭 原來還有兩個流落他鄉的中國人 他們一路從新疆向西跑 他們身上有一個指南針 他們就向西跑 結果跑到基輔 這兩個中國人流浪他鄉大半生 有的只是坎坷的命運 不能求死亦難求生 心裡痛苦的時間 就想著一個死 起的什麼我也不想的 是給你們說心裡話 好 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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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吃的東西 我只有一個希望 我取得沒什麼希望 明晚 尋找他鄉的故事 絕望之國的兩個絕望故事 是 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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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